这天一大早,戴维斯便驾车,来到了朋友的汽修厂,将自己为心爱劳斯莱斯定制的这四个轮毂取了回去,紧接着就将其安装了上去,戴维斯这也不说搭把手,光哥旁边看着,就戴维斯现在拿的这小东西,是个喷油器,而这个则是喷油器的线束,咱们给他们都安装进去,等会就来启动试试。 就这两劳斯莱斯隐隐,戴维斯可是鼓到了得有小半年的时间,光三大件,就换了两个,发动机更变速箱,戴维斯还加装了一套氮气系统,都安装完试,戴维斯紧接着用钥匙试了一下,结果,车子一点反应都没有,可能电源刚通上,歇了五六分钟。 虽然依旧没能启动车子,但仪表盘有反应,又停了十几分钟。 现在发动机也有动静了,给车子加上一罐油,因为刚刚只是测试启动器,所以戴维斯并未进行加油,这么一大罐,得有多少生涯,将发动机舱内的一些导管拧紧。 下面,咱们再来启动试试。 除了声音比较大外,新的动力系统,目前一切正常。 随后,戴维斯查看了一下发动机舱,跟底盘,看看有没有落油迹象,都没啥毛病,动力转向也没问题。 后面的工作就简单许多了,瞧给戴维斯乐的。 现在,老师傅在安装戴维斯拿的这个轮骨盖,引擎盖,咱们也给他安装回去。 然后为心爱的车子贴上定制的车贴,给帅气轮骨盖也贴一个,别说,让戴维斯这么一整,还挺好看的,车内一些没整理好的线数,在这之前,也被老师傅鼓刀好了。 戴维斯,之所以要改这车子的动力系统,是因为要将这车子,拿去参加当地的一个车长活动。 他这活动参加的人,还挺多,就这基本都是改装后的车子,这辆怕是拖拉机改的吧,这烟帽的,不知道的还以为,发动机着了。 逛了一圈,咱们来看看戴维斯这辆劳斯莱斯引引改的氮气系统,动力如何。